同學抓錯點 抓錯點 那四分點 然後那個 接下來我們應該要抓 先也是點一下線之後 再來我要抓的是那個什麼切點 那切點特別注意 物件鎖點裡面 它一般預設是不會 預設是沒有 就是相切點在這裡有沒有 那假設說你今天要強迫 讓它只能抓那個相切點的話 特別注意 你可以記下一個按鍵 就是Ctrl加上右鍵 Ctrl我習慣是 等於是按住那個鍵盤的最右下角 然後再按右鍵 這個時候會跳出這個選單 這個選單就是說 你現在要抓的強迫 一定要只能出現的點 只能出現的 如果我今天只要切點的話 特別注意 你就是Ctrl加右鍵之後 再去選切點 就會只出現切點 其他點都不會出現的 這種方式就是強迫 強迫物件鎖點 就是只會出現那個點 其他不會出來 那我們就直接選什麼呢 Ctrl加右鍵之後的話 選切點 接下來你會發現 其他點都不會出來了 只會出現切點 其他點都不會出現 這個方法非常的重要 以後如果說你今天只要找到的是某一種點 你就用強迫物件鎖點的方式 就Ctrl加右鍵 然後再去點 這樣子就會只出現你的那個 你要的那一種這種點的形式 那現在我要切點嘛 那從這邊第一點 第二點在哪裡 那其實這個切點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他不能配合這個極坐標 如果說這個地方可以配合極坐標的話 就太影響了 只是因為這個地方沒有極坐標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用一種比較特殊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先指定長度給他 第二個再指定角度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先指定他的長度好了 我長度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先給他一個小老鼠 小老鼠先指定什麼呢 他的長度 假設我給他100 因為我不知道長度 不過我可以預先大概 一個長度100好了 接下來後面一個角度 那角度的表示方式 特別注意 就是小於 英文那個M的鍵盤的右邊這個小於 小於就是角度的意思 那角度我要給多少呢 剛剛講的300 特別注意 小老鼠100 然後再來小於30 就是說呢 我的長度是100 然後呢 我的角度是30 這樣子第一點決定之後 第二點就知道 下一點的位置就是 距離這個切點的100 然後呢角度300 300按Enter 這樣就好了 畫好之後這條線就出來了 那我們就按空白鍵 把這條線結束掉了 不過這條線應該會比較長一點 沒有關係 那特別注意就是剛好這個切 切這一條線剛好是100 那它的角度就會剛好是什麼呢 剛好是這個300 那另外一種畫法我再做一次 這個地方線 Ctrl按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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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點 切這裡 過來之後呢 小老鼠另外一種畫法是100 角度呢 多少 -60 可不可以呢 按Enter 也是可以的 一模一樣 結果都是一樣 按空白鍵 那另外一邊的畫法也是一樣 那你也可以這邊練習一下 那我要問另外一邊呢 這邊的角度應該是多少